继去年热门电影主题曲《大受相亲欢迎》后 文化局于今年再度请到台中市交响乐团 为男头的相亲带来耳熟能详的民谣歌曲 但是也由于大受民众欢迎 文化局演艺厅的门票已被索取欲空 但是文化局也另外在展览室准备了350个座位 于28日当天在文化局开放民众索取 可以透过大萤幕现场连线欣赏 我们在文化局演讲厅 350位要让大家在那里用视信来听 所以那天也能来演讲厅来领评 在演讲厅里来听 所以感谢我们广荣光电 感谢我们联邻光学和青海 我们三间公司这次赞助这个外团 邀请台中市交响乐团来南道来演奏台湾民谣 希望大家的乡亲有一个很快乐的苏格的暗时 来听很高的音乐 这次的幸福南投东方之声音乐会 特别为南投乡亲量身打造 安排台湾早期至近代的各种歌谣 如梁柱或是望宁早归等等 一定能够让大家欣赏到一场不一样的音乐饗宴 因为我觉得我们去年是演看厅已经交响乐了 然后已经被南投的乡亲感动了 就是来太多人了 那今天我们特别特别呢 为南投的这个风景的量身定做 演满餐孙色 我觉得台湾民谣跟东方音乐是可以一个结合的 也同时希望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把漂亮的音乐会呢 好听的音乐会带来南投 这次也如同往年由企业出资赞助 议员林一如感谢企业大力赞助 地方艺文的活动 让人文与艺术能够在南投扎根 提升大家的艺文素养 当然艺术在这里 特别感谢到我们企业 可以让共同来支持到我们的文化 我们的技术 尤其我们的广东光天就在我们南投县 能够在地的回馈 在地的来响应我们的一个文化活动 艺术感到最多的敬佩 尤其今年也很感谢我们李董事长 在他的这个登高一壶之下呢 我们看到有很多的企业相继的投入 包括我们的琴海津品旅馆 以及我们的联谊光店等等 这些企业都一起来支持 我们的在地文化活动 所以说很感动 我们的企业和在地政府 可以来做一个结合 共同来提升到我们的文化 另外宪政频道也获得 台中交响乐团的许可 于当天晚上现场连线转播音乐会 让民众可以在家中 欣赏着美妙的音乐盛会 明星文请汉文 县府采访报导 谢谢大家